還有就是老人家的燕麥粥 这些民生用品对原乡地区居家隔离 跟居家照护的族人来说非常重要 透过原家中心的社工园 已移送到需要帮助的族人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公所连接 跟我们的母机构 还有我们就是各教会的一些资源单位做连接 现在目前比较缺乏就是可能是民生物品 就是像物就是米 然后沙拉油就是罐头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跟当地卫生署合作之后 我们拿到这样的名单 那我们就会整理 整理之后再由公所同仁 那发放到各村 有村长以及村看事来协助 发放到住所 然后湘明镇客长表示 在地族人很多都是全家确诊 所以外出购买日常用品跟防疫物资都很不便 再加上日前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就有民间团体跟地方政府整合资源帮助族人 而在海拔一千七百公尺的新竹 尖石乡正希堡部落 因下山购买物品跟药物更是不便 不少族人也自发性发挥互助精神 从人自主性发挥互助精神 除了帮助居隔者及确诊者度过隔离时期 安心在家养病甚至帮忙农田作业 整个部落一起共挺时间对抗疫情 原日新闻罗巴西湖布拉路亚 宜兰南澳新竹坚实采访报导